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说一个 龟头救人类的故事 科学家放火男和垃圾男 一起在研究室研发了一种 可以解百毒并且强化人体的变种液体 并拿乌龟跟老鼠来做活体实验 效果感觉蛮好的 但很快放火男就神呼奇迹的发现 垃圾男是还没有出场的 有钱小魔王的手下 他们研发变种液体 是要用来一统天下的 所以放火男就生气的放火 烧光研究室所有的研究资料 想阻止他们的阴谋 此时才来研究室玩耍的放火男的女儿 就是女主角欣喜若狂的 从天而降跑来救研究室的老鼠乌龟 然后完全不会被大火烧到的 安全逃到研究室外面 再把他们放生到下水道里 而被女主角救的四只乌龟 跟一只老鼠在下水道里 就刚好体内因实验 而被射入的变种液体产生突变 让他们获得了人形与智慧 于是他们在下水道里 靠偷人类食物为生的生存者 某天最有智慧的老鼠 简称老鼠男 因为要在下水道中 捡到一本不晓得哪个喜憨而乱丢的 武林觉学九阳成功 所以马上开始训练他收下的四个龟儿子 希望他们能当大侠 并帮他们组队取名为 你们是龟头 而每只龟头学的技巧都略有不同 像是爱耍剑并在自己的龟头上 绑蓝色眼带的蓝龟头男 和喜欢拿大叉叉来插人 并在自己的龟头上 绑红色眼带的红龟头男 还有喜欢玩大棒棒筒人 并在自己的龟头上 绑紫色眼带的红龟头男 最后是喜欢拿双截棍乱扣 并在自己的龟头上绑橘色眼罩的 橘龟头男 之后住在下水道的你们四龟头 就常常跑到地面上 帮忙打击人类罪犯 你说为什么他们想打击人类罪犯吗 大概是因为人类长得欠打击吧 那事情发生在这天 你们四龟头又在下水道 他们靠偷人类资源来盖的秘密基地 观看人类的监视器时 发现了他们一直在观察的 最坏人类组织小魔王集团 在地铁站进行大规模的恐怖行动 抓了一堆人类 你不用管抓人类要干嘛 反正他们就马上着装 然后冲来地铁站 再轻松的把小魔王的智障手下门揍一顿后 又立刻从一个可以通往地面的地铁维修通道逃走 而此时一个被你们四龟头解救的地铁站人类记者女 他看到你们四龟头长得很不像人类 觉得很有报道价值 所以跑回地面看了一下 发现维修通道通往顶楼 于是他跑上来想一探究竟 结果他上来一看 哇靠好可怕竟然有四根活生生的龟头站在他眼前 那第一次被人类发现了你们四龟头 看到女主角在偷拍 马上把他抓过来 威胁他不准把看到的事说出去 不然就要对他做嘿嘿嘿的事 但记者女就想被你们四龟头做嘿嘿嘿的事 所以他马上跑回家翻出 他爸在研究室大火中被烧死后 留下来的遗物确认了你们四龟头 就是他当年救走的四只小乌龟 是的 没错记者女就是长大的女主角 只是他有点忘了小时候救乌龟跟老鼠的事了 于是他立刻跑来找他爸死后一直很照顾他的好人叔叔垃圾男说 我爸以前那些不晓得被谁放火烧掉资料的变种一体研究 看起来应该是成功了耶 我发现了你们做实验的乌龟都变成人形了 实在好棒棒哦 是的没错 女主角他爸放火男在放火烧研究资料时 并没有跟小时候的女主角讲过他烧资料的原因 另一边老鼠男听你们四龟头说了被一个女人类发现的事后 就马上叫他的龟儿子们把女主角绑回来 因为老鼠男用屁眼差也猜到这个女人类记者女就是女主角 所以一群人属龟就相遇了 接着老鼠男开始解释说 经过他的调查 你还是不晓得长什么样的小魔王发明了一种要你命毒气 在让垃圾男带人研究 可以解毒的变种一体 他们打算先让人类中毒再卖变种一体当解药来赚钱 间接控制全天下的人 而女主角他爸烧毁了变种一体的研究资料 阻止这个阴谋后就也被垃圾男杀了 还未装成他是被火意外烧死的 此时小魔王这边听垃圾男说了你们四龟头的存在后 决定派人去抓你们四龟头 然后抽出他们身上的血液来提炼变种一体 这样就能继续他们的赚钱计划了 于是小魔王的大军马上神呼奇气的查到 你们四龟头的秘密基地并攻了过来 双方一阵乱七八糟的打斗后 男子举三位龟头男就被抓走 被送回垃圾男的研究室 垃圾男也开始抽他们的血 要提炼成变种一体 他一边抽还一边解释 小魔王已经准备要去他的某个公司大楼放毒气了 反正外人最喜欢帮正义人士解释来龙去卖了 接着运气很好 就是没被抓的红龟头男跟女主角 先治疗一下刚刚战斗时被打伤 但没被抓的老鼠男后 就刚好看到被抓的龟头男们放出的秘密球就讯号 于是女主角就找了他的工具人帮忙开车 载着他跟红龟头男冲来垃圾男的家 红龟头男也马上打倒这里的小魔王 没屁用手位轻松解救了 被关在垃圾男家地下室玻璃中的 男子局三位龟头男 但这时候垃圾男长就已经带着 从男子局三位龟头男身上抽出血液 并体炼出的变种一体离开了 小魔王也穿着他忽然剪刀的铠甲套装 跑来他在某个公司大楼顶部 准备释放他筹备多年的药泥命毒气 但忽然你们四龟头就冲过来要阻止小魔王了 还真的是好巧好及时 这一切都要感谢至上垃圾男 刚刚告知大家小魔王的位置 反正小魔王就开始跟你们四龟头对打 打一打你们四龟头就用合体计 龟头连击的把小魔王 打落大楼小魔王就摔晕被警察抓了 至于女主角这边也带着工具人 随便找到了垃圾男 随便靠晕了他 随便就摧毁他手上唯一一款的变种一体了 最后你们四龟头跟女主角道别一下 他们就开着车下去第二集完了 故事就暂时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 你应该也知道后面几集 要演什么了吧 反正只要你们四龟头存在的一天 这个世界就一定会和平的 可可